这是一辆能穿越时空的南海小电车 哈喽,各位亲,我是飘在日本的娜娜 我现在在日本大阪以南的合格山南海线上的小电车上 看我这个电车是不是很可爱呀 在南海线上有很多可可爱的小电车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奇美的爱情故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小鱼车的家族也发展壮大起来了 我最开始来这边玩的时候只有两辆小鱼车 你看这个粉粉嫩的 温温柔柔的像女孩子一样的小鱼车 我管它叫小粉 还有这个粉蓝粉蓝的像男孩子一样的小鱼车 我管它叫小蓝 它们两个可是青梅竹马哦 互相陪伴了好长的一段日子呀 后来 两个人真是相敬如宾 相濡以沫呀 等我再来的时候 我发现 它们竟然生了一个孩子 你看 就是这个红色的小鱼车 它有个名字叫娜娜 这是它们的女儿 后来我又来的时候 拖了一个小鱼车的老爷爷 这是它们的家长吗 鱼爷爷 是不是觉得特别有意思 今天我就是坐的这辆车 你看我坐的就是这一辆 黑色的是不是很酷 这个是海盗船主题的小电车 因为南海嘉泰地区出产鲦鱼 所以啊 这条线上的小电车 很多都是鲦鱼造型的小鱼车 我们可以看看里面哟 这个系列的小鱼车里面的这种 钓环都是小鱼造型的 而且在这些钓环里头 可能还会有一些单独不一样的 所以呢 它可能还会让你从这些鱼里面 找一些不一样的钓环 一边坐车一边玩游戏 很有意思吧 你看这个装饰的 这个是假的 但是是真的 前面要穿越一条很漂亮的隧道 感觉从这里能穿越时空 好像从繁华的大都市 一下子就穿越到很安静的小鱼村的感觉 恍如隔世呀 有的车是没有司机的 像这种支线的小鱼车是有司机的 而且它一头一尾 有两个驾驶室 所以呀不用掉头 怎么开都是对的 穿制服的司机帅吗 每一个电车里面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 比如说这个吧 就是海盗船的主题 所有都跟海盗船有关的 有意思吗 童心未免呀 太可爱了吧 还有你看它的座子上一室 这个好像是一个迷宫呀 如果带小朋友来 小朋友都可喜欢坐这样的小鱼车了 有意思吧 还有你看它的窗帘 还有一些音乐的元素呀 还有这个旗子不是破了 这个是仿的海盗旗 静看这些手环 绿酒迷心呀 可以用好久呢 而且上面的标都是不一样的 小鱼的造型 车站牌也很复古吧 而且车内的装修也都是花了心思的 可可爱爱的样子 阳光正好 硬的小电车都是金光闪闪的 透过车窗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哎呀 有没有觉得我这期视频说话好慢呀 离开了大都市的喧嚣 就来大农村过一些休闲慢悠悠的生活吧 哎你看这个门是一个鲨鱼的造型 那你说这个门一开一关是不是会夹到人呀 哈哈你真的关上了好有意思呀 哎我觉得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看到这些好解压呀 要么怎么说来日本治愈呢 这些元素都是我喜欢的 从合格山市坐过来226日元 这个像变形金刚一样的 这个是JR线上的 和那个小鱼车是两条线 但是也很有意思 日本的交通真的太发达了 从东京到关西可以飞过来到关西空港 这些车是可以直接到关西空港的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到机场 坐这个车也可以直接到大阪的南波站 也差不多一个小时 很方便几乎都不用倒车 对了在大农村玩 肯定也少不了我的小黄小蓝小自行车 每个站都不一样很有意思吧 而且站上也是做了小鱼的造型 这边简直是没有什么新闻呀 修了个厕所也是可以上头条的呢 生活简直不要太安逸呀 看我的小粉来了 今天坐这辆车出去 其实这条线上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 比如说很有名的明城 风尘秀长的府邸和歌山城呀 还有很有名的温泉呀 很有名的神社呀 还可以看大海呀还有渔港呀还有奥特莱斯呀 就是很方便坐着小鱼车悠悠闲闲的出行吧 这个就是小粉的内部看到吧 所有的手环几乎都是小鱼造型的 而且也有新型的可以从这里面找一下 哎呀来看穿越的隧道 真有感觉都不想回家了呢 到站了这个穿制服的帅司机叔叔在检查 打个招呼哟 因为小鱼车实在太可爱了 也有很多游客是来这里打卡的 还有跟小鱼车一起合影 这个就是正常的电车了 哎哎哎哎哎 你看这个是小红鱼车娜娜来了 多显眼的颜色呀 是不是很像中国红的那个颜色 浓烈深情 进去看看吧 又是不一样的主题吧 万变不离其宗的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小鱼元素 你看我真觉得这些小电车里面的布置是很花心思的 每一次出行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呢 一说和歌山很多人认为就是白冰 其实白冰厅只是和歌山的一个景点而已 和歌山那可是很大很大的 只是没有怎么开发 所以啊喜欢小众旅游的同学注意了 真的可以来这边自由行自己发现不一样的旅程 可以静静体验慢悠悠的生活 一个人出行也不用担心治安很好 两个人结伴而行也不错 大家一起玩也很好 和歌山县就在大阪府的南边 两个地方相邻出行也很方便 而且还有夜间城市大巴可以直接到东京 从东京来关西做大巴做新干线做飞机 做什么都行出行很方便就看个人的预算和时间啦 大阪也是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 都说赚钱在东京生活在关西 看我这个海盗帽造型怎么样 有意思吧 虽然年纪一大把了 但是看到这么可可爱的装饰 我也忍不住试一试呀 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很盛行可爱文化的国度 所以呀什么可可爱的元素 怎么玩都是不过分的 年纪也不是问题 在日本呀我还是小姑娘呢 另外呀和歌山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猫站长 那个是在桂质线上 也有很多不同元素的小猫电车 想去玩的亲自己就去玩吧 我也要准备回家了 今天的行程就结束啦 今天分享这么多 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点关注转发 还有点赞呀 拜拜咯 下车回家小鱼电车 拜拜